所以下一波PENGAMING的擔憂的點是怕他們這個COMBO傷害不夠啦 或者就乾脆不要COMBO 就夜取負責關燈 然後球女就打當作陣地戰再打 等對方衝進來之後再用大絕反開 也可以 或者是看納爾有沒有辦法自己繞到一個好位置 那現在小龍在20秒後 要出現了 那看一下PNG的人員 目前都還是在中路喔 現在才要下來可能有點慢喔 這個中線這一波會被凱莎搶 這波是有電刀的 所以這個線已經搶不贏了 所以以視野來說跟主動權方面還是挺Liquid佔優一點 不過藍區都已經有看到夜取了 這個不好抓耶 要納爾把賈克斯翻回來一點 有一點難抓 尤其是在對方都已經知道人員部署的情況下 其實藍區PNG是沒有去清空的喔 OK 這邊應該只是先動 因為納爾要變小了 而且中路一直都是被對方踩住的喔 這裡其實凱莎可以再一波耶 這個電刀推太快耶 那現在所有的舉動及TL都是看在眼裡的 球女是跟阿里算同時來到中路 不過小龍已經由Aumti開啟 然後河道其實也踩不進去 好像打不起來耶 因為這裡那個球還沒有 現在反而是PNG要抉擇 想要偷偷看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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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D Coach說龍可以可以帶你的人頭要留下來 喔 轉到 已經轉掉了一隻Rail 再看一下後續阿里能不能走 Carrie Hawk後面是有個殺手本能過來 來打野也許也走不掉 TL這一波算掉了龍的團戰 是要再收掉對方的那而來不及變大 找來一個遠方徐恐太多者拿下 Double Kill 每周不足的是那個龍掉啦 怎麼被偷啦 再看一下 他有中吧 900 200 喔 他是第三拳剛好垂下去 啊 為什麼第三拳下去不順便按中啊 他有中啊 哎呀 那沒事後面團打贏了 對 因為其實這一波 雖然球女捲得很好 但就是沒傷害 他出 大天使 沒錯 他捲到AD 大概200D吧 然後後面在tombo大招都用完之後 阿里跟凱撒直接飛起來了 然後這是一個小的納爾 哎呀 有點可惜啊 這波其實TL可以贏得更多 但沒事後面的團 團是贏的 而且凱撒也有拿到人頭 團贏得夠大波 但那個龍 這邊是龍 對 龍不該掉啦 龍不該掉 OK 稍微信心喊話一下 沒事沒事 我們團打贏了 現在再來吃御使者鐵囉 也把上半部給清空了 那這一條 浴使者看起來 PNG就沒有要動的打 雖然夜群已經往下走 但上路 補群盔頭的血量不是太好 後果絕絕也在側邊 雖然說沒有大絕 但看一下CC的銜接 有先空倒 而且清晨也有命中 但這個大天使成功保護住了自己 哦 發揮出效果了嗎 這就是大天使 好 下路 月塔 然後AP也開啟大絕是只能往後走 下路 PNG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他們知道牛來了 他們那裡 我不確定剛剛那個 紅buff那邊的那個 藍飾品也是什麼時候放 大天使 誰說沒用的 沒有 他比較痛啊 他扛住了那一波 然後再TP下來 想要來搶一波節奏 這個二塔如果拿得下來 PNG就很賺哦 因為主要是剛上路塔 他沒有執行成功啊 這邊被打了一個人數差 直接把二塔拿下來 再拿下二塔 而且是首塔加二塔 那現在另一邊 鐵樓才想要再拿塔 其實就有一點晚了 這一波的交換PNG是有成功打出優勢 但這一波 誒 但有人想要被抓 我們的有人感覺要被抓了 好 我們鐵閃現是掉出來 感覺他好像剛剛槌 AD有機會嗎 沒有 他應該不知道AD在那邊啦 他出來看到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如果知道的話一定是往他身上槌 那現在知道你的打野沒有閃現 所以PNG 又可以再先推一波中線哦 那就燈效龍囉 因為剛那一波其實下塔拿的經濟夠多 所以經濟是平的 現在再把經濟給拉回來 沒有留到 沒有留到 只有成功回到城 那待會小龍在大概兩分鐘之後會重生 不過中路在AD的等級上面其實有一個不小的差距 兩等 主要是現在的線權都在凱撒這 然後剛剛那個團隊 誒 要抓咧 來了 TP 後方的TP其實有沒有看到 AMTI有大絕 什麼時候鎖 賈克斯先來 現在鎖先有一點找 沒有關係 已經因為樣來了 我有我的樣 拿下了這個人頭以後 現在反而球女 已經倒地 很難玩耶 對面這個鎖頭陣 我以為後面剛剛來的是阿里啦 但賈克斯來的 這邊被看到 再一個清晨又清到對方AD 欸他捏進 欸 哇 他 這麼 哇他這樣雙招不按喔 哇 脾氣是硬了點 絕對不按 頭那麼硬喔 我知道 傷害不夠 你的打野是沒有大的 假啦 100滴欸 那這邊很穩喔 雙招不按喔 他搞不好是覺得 反正好像要去了 感覺也不用按了 你說被清到傷害也夠了 要死了 沒死當賺到 沒死當賺到 很賺很賺 那這一波 雙招都還在 然後阿里沒有大了 但阿里的大 等一下龍團一定會好啦 是 所以就 感覺還是看團戰 沒錯 現在依澤還不夠打 他沒有 終極魔劍 然後球女現在 他是沒那麼容易死 可是他打人也不夠痛 這個是目前現在PNG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你真的把球帶給夜曲 讓你捲到兩個好了 可是 對方按個大絕 按個閃鍵就走 那就是你那波逛完之後 對方會全部衝到你臉上 對 那你可能沒有 你後續的傷害可能就只剩下 沒有魔劍的一則瑞了 因為你夜曲跟球女的 這個大絕都是 算是可攻可守 欸 但有人被頂到了阿里 好險 APA有大 不過在大算是剛轉好的時候 又沒了 有點皮欸 那龍團沒有大絕 TL還想打嗎 怎麼會這樣子被開到阿 這我也沒有想過 樂不然會被Q閃的 好 這邊走過去 有斷到回程 那小龍應該是守不了了 應該是給了啦 因為你這波阿里也沒大 不過看一下中塔能不能拿到 因為預示者有叫出來喔 還剩下大概 有五六百滴 該不會這裡要換一條吧 要換你偷嗎 蛤 換一條 大絕夜曲先開 看一下重擊來的幾個 可以穩穩拿下 而且是只能飛近距離的樣 好險有一個閃現 所以 這一波沒有人員傷亡 但這波很虧欸 因為你下一波也許 沒有大絕 也沒有閃 所以你這波會 就是會變成對方的回合 然後再來是賈克斯默默的把上塔敲掉啦 是 而且他敲了兩個塔 他經濟補回來了 那很賺喔 感覺是Pan Gaming他想同時做太多事情 所以才導致夜曲一個吃龍 那被聽率找到這個機會 是 我覺得就算是抓到一個時間差 那現在下塔感覺也要掉了 來得及防守嗎 夜曲是沒有大的 所以走過來 很痛啊 好險 現在 因為人夠多喔 所以阿里也不敢升推 那這個塔是勉強守住 不過中塔怎麼辦 現在就是 把邊線帶完之後 直接集中 因為那個中塔其實剩一點血啦 這個要小心欸 其實清到 就算有刺天使還是有爵石 而且阿里也是13等喔 等級上面也是領先 然後AD等級 也是一直都領先的2等 那凱撒也拿出了第二劍裝了 反而是一則 魔劍離得還有一點遠喔 他感覺經濟還差很多 因為他對位輸了2300 對 輸了有點太多了 這個離中級魔劍還有點距離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團 其實PenGaming都不太能打 傷害不太夠 壓力滿大的 然後邊線TL也是一直在拿物件喔 然後賈克斯也拿到了三項 所以前面 雖然說被壓了很多 不過經過剛剛那一波有算是打回來了 現在在邊線遇到納爾 其實也不會說真的頭很痛 這邊又想抓邊 看一下 好險還是比較穩喔 但這裡沒有 主要是沒有對方 浮野的位置吧 所以這裡 喔有欸 其實這裡有看到欸 剛剛那個飛海好像可以打欸 但還是穩一手 因為 這裡可以打 浮野落頭啦 直接開直接開 有選擇硬鎖 而且騎著也有騎到 雖然說有一個大天使的盾打出來 但 完全沒有辦法阻擋對方中野的進攻 沒有這波一定要直接打 因為你 我剛剛第一時間那個頭像遮住 我以為沒有眼啊 但都看到了 那一定開 這個夜曲不可能跟得到 那就直接 邊線打通了 哇 二塔也掉 其實不太知道為什麼夜曲 那麼執著要保一者這個線 他一定是要先cover球女啦 不然你這個球女玩不了 他就是終於 欸 想說 其實吃個冰還好吧 一走出去就死了 對一走出去就死了 但如果剛剛夜曲在旁邊的話 都還有救 我們這一波邊線 再被哪一個塔奇經濟 已經開始默默的拉開4000塊了 現在是TL 手握4000塊的領先 小龍再待會2分鐘之後才要重生 阿里直接開課了欸 太優了 因為他等一下只要持續的一直打邊就好了 是 APA要來上課 然後也是兩件裝 好應該說出了疊出就是三件了 現在暗影之眼加惡意 打在不管是後排或者是納爾身上其實都很高 那這波有終極魔劍了 可是裝備的落差還是有點大 終於憋到了 不過另一邊已經快要第三件裝了 然後這個中塔也是遙遙欲墜 對 被對方給攻破以後 現在上路的外塔都是掉落 邊局 視野其實是有一點出不太去的喔 就看等一下這個龍團能不能正面打一波吧 因為現在其實依者是有傷害的 那等一下combo做好的話還是有機會啦 不過TL是想要往巴龍區這邊做進攻喔 其實下了比較多的視野在上半步 比較像是把視野做出來然後抓人 因為有非愛跟凱撒 凱撒怎麼15等啊 他贏了三等 等級是領先非常非常多 前面有三顆人頭 然後中線一直都在吸 他應該有偷吃野怪 他CS 266 266耶 看我CS 你看那個和蟹給他耶 他慢慢的每一波一直吃一直吃 但也確實因為 這一場就非常仰賴他後期的輸出 所以他一定要肥 哇賈克斯默默的也玩到兩件套了 突破天機也拿到手 其實現在他真的邊線遇到納爾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納爾是打不死他的 只要夜取不來 哇 抓到一個落單的牛 這個牛先重機緩速 Q上去嗎 避出對方大絕 但 被秒了 他這個大跟閃 要扣那麼死喔 他已經是幾乎剩半血不到才按大 但還是被秒了 那就可以動巴龍囉 因為這個少了 少了一個做視野的 呃 就少一個前排啊 呃